不論大家喜歡吃什麼 基本上吃下去的最後都會直接變成體重 我們來看看六都肥胖隊的排名 在2022年的時候台南是第一 而台中則是第二 但是到了2023年 台中竟然成為了六都之冠 高達了42.9% 醫生就說了 他們看下來基本上就是在台中這邊 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沒有時間運動 那說真的台中的美食 真的是很難讓大家抵擋住誘惑 包括在這邊香香雞 燒肉 珍奶 都是這邊的發跡地 甚至也有人發現了 在台中這邊很多美食都相當浮誇 新鮮鮭魚 天使 紅蝦 還有一大堆蟹膏跟鮭魚亂 中間打上一顆新鮮的神蛋黃 整碗料多到看不見底下的白飯 忍不住驚呼 實在太浮誇了 這是台中一家日式料理店主打浮誇系 丼飯每碗料滿到不見底 跟以鮭魚推出暴動系列 許多民眾慕名而來 日本料理就是普遍的認知裡面 就會變成精緻 那我們為了把它做一個改善 跟一個新的銀河的話 它必須在視覺上浮誇 葉子打破日式料理精緻印象推出料多時 在丼飯不只吃得好還吃得飽 用料浮誇的還有這間台中的意大利麵店 葉子手抓一把蛤蜊放入蒸籠 接著再利用白醬為意大利麵 等待麵體入味進行擺盤 超過五十顆的巨量蛤蜊排成兩圈圍在盤子邊 每一顆蛤蜊都相當飽滿 成了一座蛤蜊 瞬間讓意大利麵變成配菜 我們顧慮到烤那個蛤蜊的量 跑的速度跑夠快 它會有浮掉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讓它蛤蜊跟那兩倍的量去跑 業者說推出浮誇蛤蜊 意大利麵除了美觀 更重要的是維持蛤蜊的新鮮度 沒想到顧客回想超熱烈 就是很大顆的蛤蜊 我之前真的有算過 另外浮誇新美食也少不了這一間 駿武爸挖工裝著麵線 再擺上一整排的大腸中捲肉羹 最後再放上香菜 這一碗十人份一次滿足口福之慾 開始到現在大概有四五十位來挑戰 然後成功的話大概四五位左右而已 輸入浮誇兩個字 台中美食可以找到一大堆 不論是評價小吃或高檔料理 大家都在比具大比華麗浮誇 這幾年在台中美食圈 似乎已經成了一種必須 歡迎收看劉淳光消育夜 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